今天來到車工廟站 有一間很有特色的燒烤店 有漂亮的五花肉和海鮮煎餅 店舖招牌就是整條手臂長的牛舌 除了燒烤食物 餐廳還有炸雞和甜品 都很有驚喜 我們一齊去看看 Let's go 整條你看 手臂那麼粗的牛舌 來吧 歡迎來到星星大團 如果你都喜歡四處找好東西吃的話 你就一定要訂閱一下我 記得幫忙留言和讚好啊 Hello 我是星星 今天特別過來試一間 燒肉內臟的專門店 裡面有一條牛舌 是有手臂那麼粗的 吸引到我很想過來試一下 由福田河岸可以坐四號線到會展中心 轉一號線就到車公廟站 大約15分鐘就會到的了 非常之方便 可以在高德地圖打餐廳的名字都會找到 而在車公廟站D2出口 一路沿著泰然七路走 大約10分鐘到泰然七路和白路交界點 就會到的了 頭里燒燒肉豬門店 最近在網上都很火紅 搜尋榜都是熱滿的 特別過來今天試一試它 可以在門口看看它的參牌 這間店舖的款式不算特別很多 但它有很多內臟都有 大腸小腸牛肚 它有一個推介菜 寫著份量是比較大些 三個人以上食用會比較適合 分別有牛仔骨和整條牛舌 小腸等等 或者大眾點評有二人和四人套餐 而單點也有一個298的拼盤 一進入店舖 整個感覺是用了一個簡約的年輕風格 雖然店舖不算太大 但也有包房服務 這個是一間大房 好像一些日式房間間 中間亦打開了一個雙年包房 這個就是比較小的房間 有兩張桌子 這個更好 可以更方便出入的包房 它的房間我看到它也有一部冷氣 它不會很焗 就算是燒烤 這個位置也不錯 挺細心的 每張桌子都跟了一個前菜 有牛舌 牛腸 青瓜等等 它的味道是酸酸辣辣 挺開胃的 吃燒烤前很喜歡點一個沙律菜 吃點菜 感覺上一會吃肉就沒那麼油膩 點了一個手打檸檬茶 除了有很多燒烤吃之外 它也有炸雞 還有一個海鮮的煎餅 很喜歡吃的 它這個炸雞裡面還是有汁 而且不會炸到乾真真 這個炸雞挺好吃的 炭火爐 這個很燙 整條你看 手臂那麼粗的牛舌 過來這間店裡試試 這個牛舌是他們的招牌菜 手臂那麼長的牛舌 我也是第一次見 整條牛舌 待會他們會幫我們燒 這個是厚切的五花肉 你看到它切得很漂亮 師傅首先會抽一抽炭火 令火更加紅 第一道烤的是298 一整條牛舌 整條放上去烤 不是有很多餐廳 有一整條牛舌吃的 還有專人在你面前燒 其實現場看都蠻誇張的 這麼厚身的牛舌 其實自己燒的話 很容易就會燒焦 烤到差不多時間 織完就會將牛舌切到很細分 讓我們容易入口 我打算它這麼大條 這麼粗會燒很久 不是 你看到織完 一看到有一點點焦 它就會剪掉 我經常覺得 看人家燒焦 是一種如來 因為不用自己燒 哈哈 看到這個牛舌 烤完出來 它的肉質都是紅紅的 它裡面是很嫩滑 這個牛舌 好吃 好吃 這個牛舌 剛剛織完幫我們燒 它看到有洞的位置 全部都幫我們剪走了 因為有時候 燒牛舌是很容易洞 它剪走了 就不會那麼容易吃到洞的位置 整個牛舌的味道都是很嫩滑的 而且它每次燒烤都換了一個新的架 用沙律菜夾一點 牛小排一起吃 很好吃 有一個類似重慶的辣粉 那這個牛舌膜 很好吃 它燒不同的部位 又會換一個不同的板 它現在燒的是五花肉 所以它換了一個鐵板 又不會那麼容易黏底 是乾色熟成豬五花 它有煙瘡的味道 有煙燻的味道 有煙燻的味道 有一個處理方式熟成的 它有一個… 像辣的 類似辣肉那種 好像煙燻的肉 它有處理過的 所以它會做到一個煙燻的效果的肉 哇 它燒得超級漂亮 真的沒得頂 有時候上來深圳吃東西 最重要是有人燒 自己燒不可能燒到這樣的效果 由於這個厚切五花肉 經過發酵 所以它就不會很乾身 它肉質還是很柔軟 它的這碟腸也燒得很漂亮 有三種腸 分別有豬肉腸、蜜魚腸 和黑椒的豬肉腸 全部外面脆 裡面是很嫩滑的 這個類似台灣腸的味道 這隻腸是有一點點黑椒味的 燒雪糕 最特別的燒雪糕 首先放了牛角包 燒軟的包會好一點 牛角包夾著雪糕 因為牛角包烤完之後更熱 雪糕放下去就會開始溶 它好像一塊牛油是冷的 然後吃下去的包是暖的 吃下去有點甜甜的 又有鹹鹹的感覺 而且它本身裡面是冷 外面也是熱的 這個包挺好吃的 如果你來這間店 一定要點這個包試一下 好 差不多吃完了 我覺得這間餐廳 我覺得必點一定是牛角包的雪糕 就算你不喜歡吃雪糕 不喜歡吃甜的東西 都一定要點來試一下 因為吃下去真是 第一個感覺完全是想像不到 而且它的牛舌也做得很出色 如果過來這間店舖 我覺得這兩樣東西是必點的 而且店舖的服務也很好 雖然店舖也是很忙 但是每一道菜都幫你燒好 放好之後才會去下一張桌 怎樣一整條的牛舌 其實有個好處 分別可以吃到牛舌尖 和牛舌筋的位置 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口感和味道 我也是這次來到這間 專門吃牛舌的餐廳 才知道原來有分別 好 這次的試吃專員 又要下班了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